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 不要再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 为台独遮仇 混淆是非 欺骗世人 一味错判形势 图谋一副外部势力 为自己谋独挑衅 撑腰壮胆 只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单方面否认 双方长期坚持的九二共识 操弄两国论 试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现状 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这是当前两岸关系 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我们最希望 并始终致力于 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但是 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活动 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只有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才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